剛跟這個說到 因為跟這個蔥牛姊姊的Tayya 一起合作 那這次合作在錄音上面上 應該也是很順利的 感覺嗎 太岩姊姊 姊姊 對不起 太岩姊姊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前輩 我也很喜歡她的聲音 所以我 因為我也出道之前 我是她的 真的很好的Fan 因為她唱得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我就說 如果有機會 我想跟太岩姊姊姊一起合作 所以做了 YES 超開心 所以這個完全是自己的想法 然後就想說 想要跟太岩一起合作 就是這個 我這個專輯就是 不用怕就是亂 不用怕就是亂問 亂做 就是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唱片公司給你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機會 讓我在這個迷你專輯好好展現這樣 那其實今天在這個現場 我們因為就是也知道 就說話娃娃都台灣人 然後想說 這個Ember應該也有聽一些 就是台灣的音樂 因為我們台灣音樂 其實有很多不錯的華人的歌手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大家想一下 如果有機會的話 要不要跟哪一位 哎唷 馬上 咳明朋友都已經知道了 那是王力宏 所以是王力宏首選 還有沒有別的 最近比如說 剛好有沒有喜歡看到哪一個 覺得不錯的華語男星 或者是女星也覺得 張妹妹 喔 怎麼講 可是他是Legend 沒辦法 Legend 不會啊 我們女生都很親近 她最近跟這個Mizko 你知道也是個饒舌歌手 所以我想說她應該最近 很愛饒舌歌手 趕快來跟她那個 就是寄一下這個 趕快打電話給我 拜託 創作公司趕快來安排一下 下次就會有這個featuring 有機會 那不過其實今天也非常開心 因為可以跟這個 所有的歌迷朋友們見面 Dapper可以幫我們 把這個歌迷朋友們的專輯 他們都有預購叫Beautiful 簽名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因為Dapper每個人上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緊張 對 希望還是這個Ember 要叫歌迷朋友們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對 不要這樣 OK 因為他們一上台以後 就不知道該看哪裡 然後就只好比如說看著手機 因為他們還是習慣用手機裡面看 他們都忘記了 真的Ember在那裡 但他們還是用手機在那邊看 對 不要緊張 只是放鬆 只是放鬆 OK 不用怕 我不會咬你 沒關係 所以今天我們Fair就請這個Ember 幫我們把歌迷朋友們 這個專輯簽一簽 我們也請我們工作人員 幫我們來setting一下 我們的簽簽桌 好 你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 稍微等待一下下 我們待會兒 請スタッフ 好 非常感謝